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十姐妹 加上裴表姐 最大的15岁 最小的9岁 住在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 三面的纸窗都打开着 透过每一扇窗都可以看到迷人的山景 能住这样的房子 我盼望有好几年了 最高的山峰总是被云所笼罩 山巍蝶翠 开满粉红色的樱花 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一片晚霞 知道是樱花又惊又喜 真想尽早领略樱花的芬芳 京都作为日本京城有好几百年了 据说是模仿唐朝洛阳的建筑 在日文里 至今仍有人把京都叫洛或洛阳 日本人都很以有这样一个京城为荣 京都也真不愧是首府 皇宫王府 巍额大官 寺院塔桥 亭台楼阁 迟早园林各聚一方 真是山清水秀 人节地灵 历代不知有多少高僧义士 诗人画家 名有美技 闪绝代之意 点缀古都 京都生产的丝绸 瓷器 已拟绚烂 亦记 舞女 如花似玉 樱花开始 各戏院均有特别节目演出 各大寺院及各名园均行开放 任人参拜流连 各大神社每日均有成群结队的乡客 由全国各地来京都参拜 顺便在古都享受一个快活的节日 各大名园都有无数的樱花树 花开时到处采旗飘扬 吸引游人 庆祝樱花节 茶楼 酒室 饭店 甚至寺庙 都挂上各种颜色的纸灯笼 丝灯笼 小孩子和女人们身着鲜艳的春装 拖着木鸡 无忧无虑地漫步游逛 那美妙的木鸡声总是令游人着迷 更为这节日增添几份欢乐 黄昏时各处灯笼点亮了 京都便从人间伸进仙境 游人 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穿着艳若蝴蝶的和服 散在有樱花的各处 日本人平时把生活看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们努力工作 很少把时间花在娱乐上 他们过多讲究礼节 但在樱花节 你会惊讶地发现 他们变得愉快 欢心 尽情享受生活了 他们不再关心日常琐事 几杯日本米酒下肚 便大都忘了工作 忘了年龄 忘了人际关系 开始豪影欢畅 吵吵闹闹 像一群群顽皮的孩子 松本先生是个典型的日本人 他在中国待过三十多年 中文讲得极好 据说连做梦都说中国话 京都是他的家乡 是他说服了爸爸 把我们送到日本上学 吃过饭 我带你们去看樱花 松本先生说 看看我们日本人过节的热闹劲儿 比中国的春节怎么样 我们一群人由一条小径 步行到一座古墓围绕的大寺 此时 又圆又亮的月儿已升到中天 夜雾里 沉眠着奇松修竹点缀的日式木屋 远处 一层浅似一层蜿蜒的山巒也浸在月光里 几乎是透明的 好似从清澈的弧心看到的倒影 山道上不时有身着和服的日本女人走向寺院 另一方向却看到一座大桥载着几个人影浮在月光里 远远的房屋 树木 河堤 飘飘渺渺的像日本水墨画描绘的一般 我看着迷了 想是看到大画师北斋的意境了 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向寺院走去 谁也不说话 就连平时爱多嘴的裴表姐也安静下来 我想跟八姐说什么 可又不知怎么开口 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 八姐看了看我 问怎么了 多美呀 像画一样 我胆怯地说 应该说比画还美 八姐纠正我说 高大的木结构寺院并没有凋梁画洞 倒显出几分宁静 朴实 悠然 高雅 寺院前摆放着几个石灯笼 烛光暗淡微弱 松本先生突然停下来 朝寺院拜了两拜 我们互相挤眼 裴表姐冲我们摇摇头 示意不要那样 我们顺着寺院后面的山路往下走 又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数百株樱花树开满了樱花 银色的雾矮为它们披上一层薄纱 男女老幼散坐在各处 说笑 唱歌 饮酒 尽情欢乐 豪发舒畅 好似粗犷的原始人一般 远处山坡上 一些身着艳丽服装的男女 围着樱花树不停旋转 歌舞 快乐得如希腊神话中的珠神 坐在地上的人也跟着站起来 拍手 唱歌 跳舞 轻柔地晚风吹过 盈盈灯火若闪烁的星星 我得请姑娘们尝尝米酒 松本先生说 这酒挺柔的 喝点没事 来 我们跟着松本先生走进一间简陋的木屋 坐在一大块铺了星红地毯的木板上 一位穿着蝴蝶般艳丽和服的少妇 热情地招呼我们 就着强烈的灯笼光 她的脸像一块洁白的玉石 下山时 我们见到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 头上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 篮子似的 连眼睛 鼻子都闷住了 她手里摇着一只长笛 悠闲自在地走来 我们好奇地看着她 她是个云游僧人 就是中国的和尚 松本先生 见我们好奇的样子 便说 她无家 无产 四处云游 随遇而安 在古代 有许多英雄化成和尚 游历四方 直到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真是理想的生活 巴结感叹道 有些过于清高 不肯乞讨的艺术家或诗人 成了这种和尚 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 无需担心生计 人们一听到长笛声 就会给他们送来饭菜 我记得中国古代 吴国的大将吴子虚 也是打扮成乞丐 吹笛行起 松本先生年轻时 熟读中国历史 总爱显示这方面的知识 河上一边走 一边吹笛子 笛声忧郁哀怜 他走下山坡时 月亮被几块云彩遮住了 转瞬 他便进了远处的林子 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笛声 渐渐小了 颇为感伤 睡觉前 八姐让我在给妈的信里 写几句话 她想明天一早就寄出去 我把今天晚上看到的写下来 然后说 那个和尚笛子吹得这么好 可能是装成和尚的大音乐家 八姐没说话 显得很忧郁 滴滴地唱起了 她最喜欢的一首歌 花飞花 雾飞雾 夜半来 天明去 来似春梦 几多时 去似朝云 无密处 当时我只觉得这首歌音调优美 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八姐关了灯 我们躺在铺了草席的地板上 月光把梨树的影子 投到对面的白墙上 寒冷的夜风吹起香了花边的窗帘 不时将花瓣吹进屋来 过了好长时间 我都没有睡着 笛声 人萦绕在脑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